我們也特別連線到一大早才剛剛從以色列 返台的浩平哥 浩平哥午安 首先要來請教您了 這帶領的臺灣團 這一次在以色列遇到最驚險的情況是什麼 這一次等於是我在擔任領隊十幾年來 還有已經完成全世界的環遊世界 田野調查拍攝的記錄當中 真的是跟戰火和死亡最貼近的一次 那麼當中當然就是泡谷的聲音 還有就是人民的怒吼 那麼這個在整個的這個情勢當中 其實對於我們外來的遊客來講 是一次最大的一個挑戰和考驗 因為這一次他們攻擊的目標 並不只是軍人和軍事設施 而完全是針對著平民 還有一般人數眾多的聚集區 那麼這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脅和危險 沒錯我們知道這一次他們完全是針對平民而來 並不是針對他們的軍事基地 所以這樣的恐慌跟這種緊張的情緒是可想的 即便我們在臺灣看到這些畫面都已經觸目驚心 更難想像的是你們是真的在第一線看到這樣的畫面 那也相信這些團員們看到戰火在眼前的交鋒 一定是很驚慌 到底要怎麼做到安全的帶大家返國之前 來安撫大家的情緒 而且你還是為這團員的安全跟權益都來距離力爭呢 的確在整個的威脅旅行社這次的勝地之旅當中 我和另外一位領隊呢就是孟先芳 我們一起就是我們用一種分組的方式 讓來自著美韓中港台五地的所有的我的讀者 粉絲朋友們大家第一個就是要穩住軍心 所以其實我們先承受了所有在協調 還有不確定因素的那些壓力 然後但是呢讓團員在知道實際的情形 幫他們依照他們個人的意願 我們其實做了三批的安排 然後分組由我最熟悉的一些團員好友們 像蔚蘭 李娟 李廷慧等等他們的協助 那他們就分別在第一團就是先回到美國洛杉磯 第二團呢就回到了香港 第三團就是現在我和孟先芳帶的23位 最後平安的回到台灣 其實在過程當中我們第一個就是不能夠 其實我不敢告訴他們 這個真的以我旅遊經驗來講 這次實在是太危險了 但是又要整個權衡實際的情況 那麼其實常常因為時差有五個小時 所以在協調旅行社 還有像國泰航空他們都給予很多的幫忙 然後找到最適合的機票 所以我們其實最後在邊界 困了大概四天左右的時間 可是大家都很平和很團結 而且很信任我們的處理 那麼這個可能也是給我們這一次 所有的一個領隊和國外旅遊團的一次危機處理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好 今天真的很謝謝浩平哥 這才一大早 剛從以色列反國 馬上帶我們的觀眾朋友瞭解 現在在前線最新消息 就可以了 照片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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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